在坐标系中随便画一条直线 把这个角 也就是直线和X轴正向的夹角 叫做直线的倾斜角 注意了 倾斜角是这个角 可不是这个角 所以它的范围就是0到180度 左臂右开 比如Y等于2这条直线 它的倾斜角是0度 Y等于S加1这条直线 它的倾斜角就是45度 Y等于-X-2这条直线 它的倾斜角就是135度 发现没有 嘿嘿 我猜你没发现 倾斜角的正切值 恰好是X前面的系数 K的值 并且咱把K叫做直线的斜率 比如Y等于2这条直线 Tent的0等于0 所以它的斜率就是0 再看Y等于S加1这条直线 Tent的45度等于1 它的斜率就是1 而Y等于-X加1这条直线 Tent的135度等于-1 那它的斜率就是-1 看了这三条线 咱再来看个更奇葩的 S等于2 显然它的倾斜角是90度 而Tent的90度不存在 所以它的斜率也不存在 现在咱们就知道直线的倾斜角和斜率是啥了 总之 斜率就是倾斜角的正切值 并且也等于S前面的系数 它可以是正 也可以是负 还可以是0 甚至还可以不存在 千万别忘记 刚才都是直接告诉你直线的方程 瞧一眼就知道斜率是啥 那如果没告诉你方程 就给你俩点 你还会求斜率吗 比如这俩点 坐标分别是1337 这条直线的斜率 你还能直接看出来吗 显然不能呀 不过别急 咱有办法 先横着画条线 再竖着画条线 这个善良的三角形就出现了 发觉没 直线的倾斜角就是这一角 也就是这一角 不妨把它看成α 显然 tent的α 就是这条边 比上这条边 这条边等于7-3 得4 这条边等于3-1 得2 把数带进去 tent的α就是2 所以斜率就是2 看来随便给你俩点 你就能算出斜率 也就是 y2-y1 除以x2-xe 注意了 又到总结时间 这个视频 我就给你讲了直线的倾斜角和斜率 简单来说 斜率就是倾斜角的正切值 也就是x前面的系数 它可以存在 也可以不存在 如果要求两点斜率 你只要用 纵减纵 除以横减横就成 好了 刷题去吧 谢谢大家